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h fine oh no oh 怎么办 我烦恼不敢说出来 no no 欢迎你来到薄园哥哥的秘密屋 分享快乐和痛苦 yeah 别害怕 把问题和烦恼都说出来 别害怕 大家陪你一起想办法 欢迎来到薄园哥哥的秘密屋 我是秘密屋组 薄园哥哥 今天我不仅是薄园哥哥 我还是一个灭鬼见识 我要来帮大家消除心目中的鬼 鬼可能藏在我们的心里 不知不觉的 就会让我们每天好不开心 所以上一集节目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情绪困扰 简合表大家做了吗 如果你的分数加总是在15分以上 或者是最后一题 你有任何的1分的话 那就代表你心中的鬼 已经壮大到足以威胁跟攻击你 不行 鬼在哪里 这里吗 糟糕了 大家心目中 都有可以让我们不开心的鬼 那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要来组成一个灭鬼小队 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消灭他们 小帮手们 小帮手们好 果然哥哥好 四位小帮手 你们今天不只是我的小帮手 还是灭鬼小队的成员 我们要帮大家一起来消除心中的鬼 来 说到心中的鬼 你们此生觉得最痛苦的时候 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是读书吧 读书怎么了 现在九年级就是要准备会考 然后每天的行程就是读书 读书 因为读到很疲倦很厌倦 然后就会觉得很烦 那其他同学呢 我觉得是那种很多事情 一次全部来 然后夹杂在一起 比如说我又跟我朋友吵架 然后我要准备学校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大堆什么表演 什么全部夹杂在一起 我就觉得 那我应该就是说 有一次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被同学误解 我不尊重他的意见 所以同学之间就有一些不愉快 就慢慢都没有再说话了 我是觉得说在补习的时候 题目太难 可是老师又太凶 就是问了就被骂 然后又被同学笑 是 其实好像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 都是有发生过的 那当你心中这个鬼跑出来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那个程度又是多少呢 今天庭杰她是六年级的同学 然后佩如是九年级的同学 两位都为我们带来的班级大调查 我们就来看看 现今六年级跟九年级的同学 心中的鬼到底有多大了 来 停 来 停杰先 好 就是在我们班 做这个情绪困扰的调查 我们班是六年级 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绿灯 但是还是有少数一个人 他是红色的就是十五分以上 那其实这些同学情绪困扰的主要来源 都是因为那个家庭互动是占比较多的 然后其实还有 有的人因为情绪 所以导致有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 其实零分是占最多的 但是还是有少数那三个人 他是有两分的 那她说家庭因素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家庭因素跟课业有一种结合 就是因为家人可能想要请小孩 可能希望他考上什么班 或者是考几分就会有那种压力 所以其实也是课业压力 对 也有这样 然后复合了家庭压力 对 家人的期望 六年级的同学好辛苦 好辛苦 谢谢婷姐 谢谢 佩如九年级的同学 你觉得应该比较更严重一点吗 是 其实刚刚我听到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 因为我是主要调查的是国中生 对 然后我调查的是27个人 零分的那个部分 其实占的是17个人 有要自杀 还有就是想伤害自己 也是有两个人 是1分 再来他们就是情绪困扰的主要原因 最多的就是学业表现 真的 对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觉得说 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好 还有就是害怕自己跟别人 没有竞争的能力 没有跟别人竞争的能力 是 就是追不上大家 就是会想要把事情做好 其实大家都是 有点完美主义的这一块 是 对 九年级的同学 你们真的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佩如 国中生 压力感觉好大好大 国小生也不是大家想象中 就好像完全无忧无虑了 到底心目中的鬼长什么样子 又应该怎么样消除呢 我们应该要先了解才有可能会消除 我们要怎么了解 就要进入近中世界来体验看看 来看看这边 在这个近中世界里头 有住着一个人叫做小圆 小圆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她是所有小朋友的化身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小圆最近过得怎么样 让我们体验看看 小圆 小圆 你最近还好吗 超级不好的 我好难过 好不舒服 好想要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这样子 那我可以进去体验看看吗 你进来体验看看就知道我有多痛苦了 好 来到近中世界了 现在在上国语课 自己的小鹿 这是徐鲁写的新的诗歌 它是希望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希望 永远地往前迈进 了解吗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来 小圆 你来找我一下 其他同学下课 谢谢老师 谢谢 小圆 你这一次月考 考了只有九十分 妈妈昨天还打电话给老师 希望老师能够关心一下你的成绩 那老师看了一下你错的地方 其实那些地方你都会 所以下次要更加油 好不好 老师 老师 这一次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 小圆 老师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只要再加油 加那么一点点 多一点点用心就会更好了 好不好 下次再加油 好吗 为什么我怎么努力你们都看不到 我怎么做你们永远都不会满意 虽然老师在鼓励着小圆 但是小圆听起来 她觉得很不开心 好烦 好委屈 甚至好无助 这些期待重重地压在小圆身上 她都快走不动了 小圆 你不错嘛 这次过于考试考这么难 你还可以考90分耶 哪像我只考了70分 不过 我爸说 只要我有考及格 他就要带我去游乐园玩耶 超期待的 也太好了吧 我跟你说 上次我去的那家超好玩的 你一定要去 上次 你是说新开的那间吗 对 对 好了 不要吵了 我还要顶正 烦死了 嚣张什么 考得好了不起 我们不要理他了 很痛 你们在做什么 小圆 你没事吧 都你 打到人了 我丢那么小力 又不会痛 不会痛 是痛到我身上 又不是痛在你身上 况且你打到了 你应该要先说对不起吧 凶什么凶 脾气怎么那么差 讨厌鬼 不要理他 脾气差又孤僻 看谁想要跟他玩 我们自己玩 我脾气真的很差吗 我也好想跟小军他们一起玩球 挫折 委屈 生气 这些不舒服的情绪都挤在一起 感觉快要爆炸了 爆炸完之后 心情好像真的有变好一点了 但是一下子就又回来了 而且还越变越大 怎么办 小圆好像感觉更难过 更考验自己了 小圆啊 这是补习班费用 等一下你去补习班 记得拿给老师哦 妈妈帮你报了全科班 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哦 加油 什么全科班啊 是要逼死谁啦 我要跟爸爸说 爸爸怎么都不接电话 算了 还是打给妈妈好了 喂 小圆啊 什么事啊 妈妈今天加班还在公司 你现在不是应该去补习班吗 等一下在路上记得买晚餐吃哦 妈妈 那个 如果跟妈妈说不去补全科班 她一定不会答应的 妈妈 我今天觉得肚子好像有点痛 都吃不下 还有 你上次给我的睡觉药 吃了好像也都没用 然后 然后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那个 你在妈妈的那个抽屉第二格里面 有胃药 拿两颗来吃 应该就没事了 小圆啊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妈妈 这个礼拜非常忙 你不要吵妈妈哦 要认真读书哦 好 就这样了 妈 妈 妈妈 我 妈妈 妈妈 你们都只关心我的成绩 都没有人真的关心我 去了学校同学都讨厌我 我就是个讨人厌的废物 你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根本没有人在意 和我一起面之鬼吧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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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跟上来吗 没有 没有 好 你们刚才有感觉到小圆真的 真的 好委屈 好辛苦 很痛苦的感觉 真的 刚才你们在看小圆的生活的时候 有发现到 当她越来越夸张 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身体有什么反应 不太戳手 还有呢 体会变得暴躁 脾气有变暴躁吗 好像有 人家讲个几句话 他就 不要吵 对 那你们有注意到她说 妈妈 我的睡觉药吃了也没用 这个吗 安眠 对 因为她压力太大了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你躺到床上的时候 然后你脑子还一直在想的是 你白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都睡不着 好 小圆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再来她也可能会 身体不舒服 吃不下等等的 这些都是压力大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的 其实 如果真的要正视这个压力的话 有两招 我们可以来先试试看 好不好 好 首先第一招 我觉得请武术高手佑陈 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灭鬼第一招 冷静呼吸法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先吸气三秒 你感觉你的肚子微微的隆起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一二三 Go 一秒 两秒 三秒 闭气 两秒 一秒 慢慢呼气 四秒 三秒 两秒 两秒 一秒 好 有觉得跟平常呼吸的时候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很冷静 你会自己就是专注在说 你要让那个肚子融起 然后就不会想起来的事情 对 因为腹式呼吸怎么说也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全身很贯注 然后如果你觉得怎么样肚子 都没办法融起的话 你一开始先想办法让肚子撑出来 然后久了你就会大概知道这种感觉 再来 在你呼气 吐气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压一下肚子 把肚子的气压出来的感觉 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其实已经算是慢慢成功了 佑辰 你这是武术高手 马上就好像一秒上手的感觉很厉害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容易的 但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练习的话 可以躺在床上 因为躺在床上的时候 是最容易达到腹式呼吸的效果 比较放松一点 对 维持五分钟到十分钟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身体的节奏 慢慢地缓下来 然后也会让自己更放松 除此之外 这一招最大的重点就是 要把我们心中的鬼给冻结起来 让她不可以再出来作怪 那接下来就要使出第二招 大鬼化小鬼 灭鬼第二招 理性大脑运作 拆解痛苦情绪 首先 第一步 我们可以先写下这个痛苦的世界 以小云的例子来讲 我觉得她最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 你们都只关心我的成绩 不关心我本人 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再来 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理解情绪 有这么多 这么多 所以我们把这个事件的情绪 分解出三个到五个 例如说这件事情她可能会怎么样 焦虑 难过 围躯 生气 无助 围躯 她会产生难过背后的想法 是为什么 成绩可能对爸妈来说 比自己还重要 他们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关心我 我身体都不舒服了 你在乎的孩子是 我要工作了 我要工作了 那边有药 你去吃药 这样子 这是她可能难过的地方 那再来 弹性的想法 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能是因为 妈妈真的有工作要忙 所以回来才会再来关心你 妈妈忙完 我再去给她关心就好了 为什么我一直只要给她关心 而且就是爸爸妈妈工作也是为了 就是家庭的生活要更好 可能也是希望提供你 更良好的学习环境 天哪 越练习真的越厉害 你们理性大脑真的越来发达 真的 因为爸爸妈妈不工作 钱从哪里来 对 钱没有 我怎么上学 对不对 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当开始慢慢找出 其他的可能性跟弹性想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再找一些乐子 让自己的压力稍微缓解一下 吃吃东西也好 搭打游戏也好 但是不要过多就好 开心了就差不多该回来了 对 理性大脑运作 拆解痛苦情绪 这个方法你学起来了吗 有时候我们情绪一来 很容易觉得这个情绪 或者是背后想法 就是全部的事实 但其实事情不一定是 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 多些弹性想法 当面头一转 心情一放松 鬼就有可能消失了 接着我们小帮手 也做了这个练习 我们赶快再来看看吧 我要先分享的就是 我痛苦的时间就是 被同学误解 就是关系慢慢地 就是变得冷淡 然后就不太说话 对 然后我的主要情绪 有难过 无助 焦虑 那我觉得难过呢 它产生了情绪的想法 是因为都没有人要跟我说话 就会导致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之后可以找出弹性想法 我可以就是说 不一定要这个时候跟他讲话 可能是他们现在还在生气 还是怎么样 可以选择等双方都比较冷静一点之后 再去讲 对 然后之后呢 他如果想可以做什么 会让自己比较舒服 就可以在没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 可以回家找家人聊天 因为家人一定会跟我讲话 对 对 再不然也可以跟猫猫狗狗聊天 娃娃聊天也可以 对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 对 我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说 国三生最讨厌最痛苦的事情 大概就是准备会考 对 那其实准备会考 你会产生很多就是很负面的情绪 因为我举紧张的例子 紧张的话 其实你会产生这种想法有很多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第一个 害怕就是在会考当天考试会失常 然后其实我觉得紧张这个情绪 他给我另外一个比较弹性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情绪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来说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情绪 也不能讲话是负面情绪 怎么说 因为紧张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你知道 就是说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因为第一个紧张表示你没自信 没自信的话就表示说 你对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完全 就表示说你还有时间 还有很多的方式去把它准备 然后增加自己的信心 谢谢 很厉害 你有抓到这个整个弹性想法的一个精髓 就是你让这个情绪完全变成是帮忙你的 它本来是鬼 突然变成天使 真的太棒了 所以四位 其实根据这整个表格 你们都已经可以找到面对这整件事情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们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说 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就想不出来 因为我们可能要再更努力的是 上一段的节目内容 还记得我们第一招是什么吗 第一招 你才有可能搬出你的理性大脑 你也可以跟着这个表格 好好地训练看看 说不定你也可以找到整个事情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你们四位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个鬼这样出来的时候 好像在你们面前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开心 幸福 快乐 这些情绪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我们人类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几万年 这么多年的演化 为什么那些不舒服的情绪还是在呢 什么意思 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其实当你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来说 它会成为你一个动力 成为你的助力 但反而当这些比较正面的情绪 像快乐 感觉到幸福这些 可能当你沉浸在里面太过久的时候 会开始放松 然后没有办法去适应外在环境的改变 你想想看 有一只大象 就从你的对面这样走过来 然后你没有不舒服的情绪 你就这样 下一秒就被拆扁了 对不对 可是你有了这些不舒服的情绪 例如说你知道要紧张了 你知道要害怕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反应 逃跑 可以逃跑 那你逃跑了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生存下来 当它出现的时候 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所以你们下一次只要再有不舒服的情绪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提醒 它其实不是这样的鬼 它其实应该要是一个客人 它什么样叫做客人呢 它只是来拜访你一下 提醒你一下 接下来 变成情绪娃娃了 它提醒我完之后 你要讲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我们如果都放着它 不去理它的话 那它就会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才会让我们感觉这么不舒服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真的已经到达了 情绪检合表的15分 或者是最后一项 你已经有打到分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请辅导老师 请导师 请爸爸妈妈一起来帮帮忙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想要伤害自己的感觉 记得有两支电话 一支叫做1925 一支叫做1995 这两支电话都是24小时免付费的 你可以打电话寻求协助 那再不然你也可以到这里 到博云哥哥的秘密物脸书粉丝团 你来跟我们讲讲话 我们也是会听 那我们听了之后 可能也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下个礼拜 我们秘密屋还是一样会准时开张 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慢慢地一起成长 然后我们的前额夜 可以像这个七彩宝石一样亮晶晶的 我们下礼拜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棒 棒 哦 烦 哦 no 哦怎么办 烦恼不敢说出来 喵喵 欢迎你来到博远哥哥的秘密屋 分享快乐和痛苦 别害怕 把问题和烦恼都说出来 别害怕